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到蓝轩时间 这要先鼓掌 好 这是我们的来宾 今天很有才华 他吹了一首 用箫吹了一首《沧海一生笑》 但这个箫很不一样 他是一把箭走杖 箭走杖上面被他挖了洞 所以可以箭走箭走走 走到山上去之后 心情很好 坐下来 就把箭走杖拿起来 吹一首曲子 是这个概念吗 《沧海一生笑》 吹这首歌才有意思 有道理在海边 那就是跟苏 苏凡 苏老师那边去 就可以去学华独木舟 然后顺便吹一个《沧海一生笑》 很开心今天邀请到的是郭建中医师 在我们现场来 他是医生 他也是不倒翁学校的校长 校长肩壮中 哈哈哈哈 肩催修 很特别 郭医师早 早 阮轩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是郭建中郭医师 对啊 OK 这个医生这么的有才 很很特别 我是刚刚真的是 我是请郭医师在箭走杖来 那因为他他我们要聊的是 他出了一本书叫做 《不倒翁剑走运动》 那不倒翁的概念就是说 要不要尽量小跌倒 但真的来一会才知道说 为什么他的剑走杖上面 有洞可以吹销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 其实就是一走不稳 就马上坐轮椅 一坐轮椅他就站不起来了 他就很少走 很少走路的运动 他就很快的退化 可是这个不坐轮椅要怎么办呢 那很多人又不想拿拐杖 不想拿拐杖 他就不走路 或是很少走路 也是会退化的很快 所以在台湾的社会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论语文化 一个就是不好意思拿这个 对面子 辅具 所以我就把这个箭走杖 箭走杖不是拐杖 拿拐杖 你讲他的拐杖 就没有人要拿了 所以我们要把他这个箭走杖 把他的形象 稍微就是优化一下 让大家觉得拿起来很帅 然后很愿意拿 那这样的话就达到我推广 箭走杖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就在这个竹杖上面 然后钻一些洞 吹箫到好山好的地方 出去玩的时候吹个箫 很棒哦 而且在山林里面 然后拿竹杖 在走路啊 非常的融入 非常的环保 然后有感觉 对啊 你这样的让我突然想 因为箭走 就是拿箭走杖 走路这个事情 是一开始从北欧那边 开始风行起来的嘛 他们拿的是那种 因为北欧人欧洲人 喜欢去滑雪登山 那所以他们那个登山杖 是比较可以想象中的概念 跟滑雪杖 但是你用的竹杖 是你自己发明的 我突然间觉得 有点像那个 苏东坡的定峰坡 有没有 竹杖盲鞋 轻胜满 谁怕一说烟雨任天生 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很棒耶 好有意境 你知道王羲之啊 在我们的国公博物园 有一个这个穷竹帖 他就写的书房 叫穷竹帖 那穷竹帖里面的意思啊 就是说他感谢长官 送了一批竹杖来 然后发给这个地方的祈老 然后就说 祈老们都非常感谢 长官的恩德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有这样的文章 我们不打工学校 现在也开始在做 这个几千年前 这个王羲之所做的事情 所以古人 就在推箭手杖 就在推箭手杖 有道理 他说不叫做箭手杖 真的啊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土地公啊 还有那个这个奢泰君啊 有没有那个 杨家女将 他们都是拿那个 人家奢泰君拿 那是龙头杖 龙头杖 对 他的拿法跟现在的 那个拐杖的拿法不一样 我们现在拿的拐杖 那个手法 拿那个头 有个T型的头 或者L型头 像雨伞的那个勾勾 他是往前这样拿 对不对 他就会驼背啊 哦 你看摄泰君 那个土地公 哇拿起杖来是很威风的 是啊 对就好像关刀 那个那个 关公 关公拿关刀一刹地 就很威武的感觉 你这样讲是啊 摄泰君他不拿那个龙头 他是拿底下欸 对对对对对 可是那个他不走路啦 他站着就很威风了 所以箭手杖 他是摆样子的 要拿高一点的 这种箭手杖 而不是拿怪杖 怪杖矮矮矮的 也不要拿雨伞 就会选择好老 要拿箭手杖 对啊我想雨伞 我觉得像我妈妈 像我妈妈她就不喜欢拿拐杖 然后她觉得是形象上的问题 对很多人都不好意思 那女性喜欢拿雨伞 她可能觉得说 反正雨伞呢 下雨我也可以撑 出太阳我也可以撑 而且婆婆妈妈拿雨伞 你不会觉得说她就是老了 你觉得她很自然就会拿雨伞 所以人家就不知道说 他是一个辅具 对对对对 可是很可惜啊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辅具这个观念 我觉得要进化一下 因为这个这个观念太落后了 我们很快的坐轮椅 然后又不好意思拿辅具 这这样子会造成我们健康上 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真的真的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社会来了 如果你不走路不运动的话 很快就退化 就进入肠肠卧床 要人家照顾耶 这个不管是对这个老人家 或是要照顾老人家的这些人来讲 我们像我们做子女的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如果说自己能够好好的走路 这个行动力是老年生活品质 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所以再怎么样 一定要让自己可以动起来 可以走起来 那健序杖就是一个最好的辅具 拿出来玩 真的真的 我们一定要把你这个 待会拍一张照片 然后PO到我们的粉丝页上面 让他看一下说 这个字句的足杖 而且还可以兼销来出 不推长什么样子 很帅 其实足杖他的好处就是说 他很简单 而且长辈们很熟悉 他很有温度 一看到足杖就很熟悉 可是外面没有在卖吧 有吗 我们跟部落合作 有一次我们去部落演讲 然后他们就说 郭医师你讲得很好 然后这个概念也很好 可是我们山上没有地方 卖箭走杖 我们也没有钱买箭走杖 付箭走杖 两三千块 五六千块 你说登山杖 对不对 登山杖或是箭走杖 其实就看你怎么用 像我就有登山杖 拿两根 不便宜 重点是拿两根 拿什么杖 我其实都ok 我甚至去居家的时候 拿拖把 两根拖把 让那个卧床的老太太 她不愿意起来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她 因为她站起来会跌倒 所以就拿两根拖把 让她从轮椅上站起来 她说好开玩笑 她说你这夭壮医生啊 好厉害 让我站起来 那种感觉很摩心 是有神机的感觉 我跟你讲 真的是神机 你如果去看那些坐轮椅的 我们现在社会上坐轮椅的人 大概70%的人 他其实是假轮椅族 就是他是可以站起来 只是他害怕跌倒 所以他不愿意站起来 或是家人就讲说你要做 你如果真的去学过 这个不倒翁建筑上运动的起立坐下 这个第二阶段的话 你去变魔术 很多都可以让你马上站起来 真的好 我们还是开个玩笑 因为其实在西方世界 就真的很多神机就这样 那种步道大会啊 那大家摸一下 就从你上面站起来了 耶稣啊 耶稣叫你站起来你就站起来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就是耶稣派来的这双手 好但是我们虽然这样开玩笑 其实刚刚郭医生 已经讲了非常多的重点了 我觉得辅具是一个啦 而且你刚刚还讲到说 我觉得辅具确实 我觉得大家就是包括 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面呼吁 就是说 我觉得很多厂商也应该要改变观念 就是不要觉得老人家 就是丑丑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就是生病了才要用 他其实老人家 或者说现在所谓的壮士带 也很重很重颜值 颜面颜值对 形象好不好 你看那个欧洲的辅具啊 他们就设计的非常漂亮 不只是功能有 而且他的形象非常漂亮 对对对 质感也都很好 真的 那你看我们台湾有健保 健保有长照 长照有补助嘛 所以补助都是最便宜的东西啊 所以拿起来就淋淋淋淋淋 这样的 其实这个隐私医生你最知道 对这个钱如果你花下去 让自己更开心的话 早一点花 早一点去让自己更好的话 其实是生活会很有品质的 我们老年生活是值得期待的 是的 所以我有一次就也是开玩笑聊天 我还跟那个 简安特的彪哥聊天说 我说你们车子做的这么好 铝合金那么轻 我说你们要不要做一个很便的轮椅啊 就是说看起来 这个流星很轻的 然后又轻 然后看起来呢 就是坐在上面还可以滑滑滑滚 就是滚得很快 他今天也会演进行电影 但他说 但他觉得那要专业 就他的专业是做自行车 但他觉得 他同意就是轮椅 应该有很新的形象 有设计感 但他的意思他可能会会做不来啦 就市场上面 其实要要分工 但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应该这个样子啊 否则就是 总是老太隆重 或是那种病奄奄的感觉 就是你去想像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高龄世代的来临 那真的整个的国家 很不好 我们自己都不想要这样做 日漠西山的 对不对啊 我们自己也不想落入那样子 一个那种可怜的环境 OK好 那刚刚顾佑是有特别讲到说 但是讲到这个辅具 讲到箭手杖 两根是最重要的 对 两根比较平衡 对为什么 所以这个流行过来就是开始 就是两根箭手杖吗 从欧洲过来 从欧洲的话 北欧的话 他们芬蘭国家 一开始是滑雪运动 夏天没有雪可以滑的时候 教练就拿滑雪杖 在路上走路 所以他们是往后推的 好像滑雪一样 所以他们运动的强度是很强的 走路的速度非常快的 那后来到日本去 他们就 这个骨科医师 他们发现很多人腰痠背痛 都是姿势不良的关系 讲了半天都没有用 后来他们就把这个箭手杖 拿来给老人家用 结果拿的比较高 他往前推就可以 往前撑就可以 结果姿势就很漂亮 所以他就没有腰痠背痛了 姿势好了 就不会腰痠背痛 所以你这样讲 两个姿势还不一样啊 对有点不一样 就是用法不一样 其实用法有很多种 我觉得其实也不要拘腻在哪一种 看你喜欢哪一种 适合哪一种来用 那像我来推动这个 不倒翁剑走杖 我就是更锁定是在这个 更虚弱的长辈 像我自己的岳父啊 我发现他开始做轮椅了 已经做半年我才发现 你知道有些这种慢慢退化 你根本不知道 那我就很担心啊 我一看到岳父 所以你说他做半年你才发现 是代表他不是常常做轮椅 偶尔做 偶尔不做 我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啊 要带轮椅出去啊 那变成他好像离不开轮椅的那种感觉 那我就觉得 哇怎么好像我的病人啊 我这是急诊医师嘛 嗯嗯嗯 在医院里面看那么多病人跌倒啊 什么的 我就很担心我的岳父是不是 也要变成那种 他几岁 进入长照的那种感觉 他几岁啊 我发现他的时候是95岁 可是95岁做轮椅好像 很正常喔 好吧 我不应该这样讲 可是一般会觉得很正常啊 95岁已经很不简单了 可是我那时候有一点就是内疚啊 就是说我岳父怎么做了人 也做半年我才发现啊 我就说 那就想说 怎么样能够帮助他能够更好 我不要让我的岳父 变成我的病人的那个样子 可是想一想好像 我们的目前的医疗体系里面 并没有让这样子的长辈 能够变好的一个机制嘛 比如说你去腹健科 腹健科 你又没有骨折 又没有中风 去他也不会帮你做这样的腹健 运动的腹健 你去健身房 健身房也不敢收95岁的啊 不敢 对啊不敢吧 我看 对所以那时候我自己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年龄歧视 跟年龄障碍 是是是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急诊医师 要不是我急诊医师的话 大概我也不太敢 把我的岳父带出去玩 他应该有基本的一些专业 跟一些防护 因为我岳父在家的时候 要带他运动 他都不愿意动 整天看电视 可是跟他讲 要带他出去玩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了 就开始请外劳帮他准备衣服啊 准备明天要出去玩 那还不错 他还愿意出去 他出去都被我们陷害 因为我们是会带轮椅出去嘛 可是我们就会说 啊这边有个水沟 这边有个阶梯 麻烦你要站起来 出去玩一趟 就起立坐下 就故意这样子 但第一次你这样 他会不会觉得说 我就站不起来 你叫我站起来 还好呢 因为出去玩的时候心情很开心 我们有一次去外耀沙滩乌石港 龟山岛 那个9号咖啡 停在那边停车场的时候 哇 离海边有300公尺 啊 我们说轮椅沙滩推不过去啊 他说没关系 他自己用箭头这样 咕咕咕咕咕就走过去了 真的吗 出去玩的那个情境啊 那个期待 会让人家想动起来 这是我从岳父身上发现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说要出去玩 出去玩 谁都会想动起来 可是我觉得要看 让人家的个性 像我像我妈就讲 他一天要出去玩 他就眼睛亮了 而且他会主动说 我们什么时候要出去玩啊 什么时候要去多多风啊 可是我爸就不是 有些时候 我爸就是 再怎么可能要出去玩 他就麻烦 我觉得他有别的 譬如说上厕所啦 等等的困扰 蓝轩你真的是 真的是很信心的女儿 发现这些问题 就是这个改变的一个 你要发现问题 你能去解决问题 很多很多人都觉得 长辈就是懒惰啊 就是不愿意啊 他就是有困难嘛 很好 你的观念非常好 绝对不是懒惰 有一天你老了 你也会变成你口中的懒惰 一定是哪里痛啊 或是累啊 走不动会喘啊 尿尿啊 这些事情 而且我们要设计一个 适合这样子长辈 去玩的一个行程 有时候是半天 有时候是一日游 吃个午餐 回来也不错啊 甚至如果再简单一点 到公园走一趟也很好啊 对啊 我们后来就退而求及 到公园了 那现在再退而求及 就到院子 但是我相信啊 就从专业的 急等科的医师 还有他照顾岳父的 这个经验来看 我觉得我们休学回来聊 怎么样替长辈设计一些 从心情开始到情境 然后到最后他可以做的走的出去 然后呢 而且真的可以从做的变得走的回来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惊人了 休学了 马上回来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急诊医师 郭建宗来聊天 我们刚讲到就是说 郭建宗医师他因为岳父的关系 那所以开始就是为了让岳父 从轮椅上面站起来 所以呢就想到用这个剑走杖 所以岳父现在 我岳父现在已经走了 他打完AZ疫苗 后八天就走了 好没关系 至少他没有卧床太久了 OK 那我岳父他那时候 开始做轮椅之后 是我刚好去当导游 那段时间比较有空 然后带他出去玩 等一下我要补充一下 这个郭建宗医师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医师 他振造好多 我们看一下 除了这个医师执照之外 他导游执照 然后还有健身教练的执照 健身教练的执照 还有三张 还有高龄运动执照 对有高龄运动的 有个人运动的 还有无痛的运动 癌症运动 还有这个功能性矫症的运动 分那么性啊 对对对对 就是一些次专场这样子 次专场 你是很爱考照的医师 不是啦 因为有需要 因为发现你遇到了状况 你要再去学新的东西 比如说很多老人家来 他就是说哪里痛哪里痛 那你就不能照着 一般的这种健身房 这种教练的操法 你一定是要想尽办法 找到他不会痛的动作 然后让他愿意开始愿意动 很多长辈不愿意动 是因为他真的有问题 你要找出他的问题 来解决他的问题 避开他的疼痛 那很多癌症的病人也是 癌症他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很虚弱 要化疗要开刀干嘛 我们就遇到这个不老水手 他在提倡叫做完疗 完疗 用完当做治疗 有有 现在有什么药疗食疗 完疗了解 因为完疗 譬如说开刀啦 这个化疗 好像都会让人家身体变得虚弱 好像是减法 他觉得出去玩这件事情 是让心情开心 让他能够期待 所以是一个加法的治疗 这个在国外也是有啊 你看很多像德国啊 他们都会医生会开这个运动处方啊 会开森林疗愈的处方啊 会开温泉的处方啊 森林疗愈的处方啊 森林疗愈的处方啊 森林疗愈师这个 目前在国内也开始 那个林务局跟这个 生理保健学会 也开始做这个 生理疗愈师 我真的觉得这个台湾 一定要推广这个观念 就是我们不要老是吃药 因为当你父母亲 越来越年长 你真的会知道他好可怜喔 而且我爸妈也会突然之间 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药啊 吃太多了 副作用很多 他自己会这样问欸 我说要不然 那你就身体健康就不会吃药了 所以你就多运动 对对对对 运动就是良药 就是啊 我就从我岳父这个故事啊 我带他 我那时候也不是教练 我只是带他出去玩而已 然后两个月他就突然就自己站起来 有一天突然就去看电视 去他家陪他 看到一半他突然自己站起来 然后说他要去睡觉 就不理我们了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傻眼了 这个情境好像从他没看过 但是那个时候 你已经教他用箭头杖 所以他是自己拿着箭头杖去站起来 刚开始是自己站不起来嘛 然后我们要扶他站起来 扶站起来走路会要晃晃 用箭头杖就可以走 但是他自己站不起来 两个月左右啊 他突然自己站起来 我们就恍然大悟 为什么我们会晚半年才发现 因为老人家会适应 他会尽量去避免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去他家看电视 看到看到电视结束了之后呢 发现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所以我们要去扶他上床的时候 他当然站不起来啊 我们就不以为意嘛 觉得啊就是迷迷糊糊糊 睡觉的关系嘛 所以你知道 当你在身边的这个长辈们 你看到他开始走路变慢 变小步 速度变慢 或是起立坐下要分解动作 或是曾经跌倒过一次 那你就应该早点出手了 不要等到第二次跌倒 骨折了才会莫及 可是我觉得你刚才讲了 就是我们自己碰到 就是说要克服长辈 他愿意从轮椅上面站起来 或是说不要去坐轮椅 或是去使用剑走杖 我觉得有很多是属于 心理上跟身理上的问题 那到底怎么诱摆他 我刚开始本来以为 我们在做这个不导航学校 是在教运动 结果后来发现 我们最厉害的地方 是从零到一啊 就是他不愿意运动 但他愿意开始运动 只要他开始愿意运动 运动的方法就很简单 我各种各样的运动 那所以剑走杖 就是一个帮助他从零到一的一个东西 因为有多两个手的支撑 所以他会比较安全 比较不怕跌倒 甚至说我们教他做深蹲 我们教他做深蹲 我可以做深蹲 可以啊 要怎么做深蹲 前面拿剑走杖 剑走杖再两只手在前面 给他靠墙 他屁股去碰墙 所以他万一深蹲往后跌倒的话 是跌在墙上 他不会真的跌倒 我们甚至故意给他推去靠墙 让他知道说他是安全的 他就会愿意练 我们曾经有一个物理治疗师 他的爸爸 你知道吗 物理治疗师 他在照顾别人的时候 都很好 都很厉害 可是照顾自己爸爸的时候 就是讲不听 叫他运动他都不要 然后他就来参加我们的亲子供学 那来参加之后 我们志工教他怎么样 起座下一些小技巧 他抓到了 用剑走杖 帮助他能够很安全的站起来 他就拼命练 拼命练你知道吗 他女儿好开心 本来都要扶他一步一去 帮他跌倒 走路都要扶在身边 好像小女儿好可怜 照顾爸爸的压力很大 结果他会起立坐下来之后 用剑走杖站得很稳的时候 他离开他三公尺的距离 真的喔 开玩笑说 爸爸我好久没有离开你这么远了 你知道那种开玩笑心情 他可以自己站得好好的 真的好好感人喔 第二天上完课之后第二天 他女儿接到电话 他爸爸跟他讲说 他请造福员 主动带他到楼下公园去走两趟 走两圈 你这样讲 我就突然有一个 又有一个启发 就是有所谓义子而交 对不对 我觉得义父义母而交 因为我觉得自己家人讲话 爸爸妈妈会跟你耍赖 就像是小朋友 会跟你耍赖一样 对不对 你就他女儿你就他儿子啊 对啊 而且我爸妈在你面前我是权威耶 你还反过来教我什么讲 就是啊 但是万个人来跟他说 可能他就愿意了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就为了这样子 来办一个叫做 亲子共学小团体 四五个家庭 像我们成年人 带着我们衰弱的父母亲来参加 他会看到说 他也中风过 另外一个家庭也骨折过 我女儿好像也很孝顺 会带我来参加这样的课程 心里面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之后 很舒坦 亲子关系也会改善 也会变好 然后也会愿意动起来 你知道那个水导师他爸爸 为什么要很努力的下去公园走路 主动 因为接下来我们带他去飞牛牧场 要带他出去玩 所以他就想要让自己可以出去玩 对他有一个期待 而不是说我运动不想要干嘛 他有一个对未来的期待 可能一个月之后 我们要出去玩 所以他就很开心 要赶快动起来 让自己变好这样 这招很有用 真的吗 你就是玩疗 玩疗 因法 健身旅游 刚好把我医师 然后导游 运动教练 这个身份 真的OKOK 开放出一个新的蓝海 真的是耶 那所以你这个布导游学校 是真的一个学校吗 还是概念上的 概念上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带我岳父运动 然后我后来也考上健身教练 也在健身房当教练 阳光活力中心 然后在这边当教练 因为我真的去健身房当教练 真的真的 那我岳父也在那边运动 后来我自己也在那边当教练 我也教别人 我没有教我自己岳父 我是教别的长辈 结果发现用健手帐教他们很好 后来那些健身房的其他的教练 他们就说 郭医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用健手帐的经验 我们就正式开一个 一个制导员的课程 做教练 或是治疗师 他们来听 所以你有在健身房里面 教大家用健手帐 你有直接带着他们出去游山玩水 对 有几个治疗师 非常的我们理念相近 然后就是 实际上是他们主动来找我的 就是他们觉得说 郭医师你在参加 不老水手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激怡人心 所以他们觉得 他们要来从事 银法健身这块 一定要有一个model 一个ro model 一个很棒的一个模型 所以其实我自己当时 去当导游也是有点中年危机 自己在照自己的方向 对 我去苏凡啊 遇到这群不老水手啊 哇 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改变很大 如果你有一天六七十岁七八十岁 还能够去划独木舟 太感人了 好好好 所以什么东西启发了这个 郭建宗医师啊 我实际上也是在那个 看到这个有关不老水手的故事 我是看纪录片啦 我是看纪录片那一次 然后呢 你跟那个苏老师都到现场嘛 我才知道 哇好感恩 你还有一群这样子的人 那时候是第一次知道郭建宗医师 你就你在那个纪录片 你就表现很活泼啊 很抢气啊 我还不晓得说 你后来还搞了那么多 什么不倒翁剑轴啦 还是什么健身教练 还什么的啊 真的很好玩啊 那怎么样子 自我激发跟激发别人 我们不管是不老水手 还是不倒翁 我们休休呢 回来继续聊 好回到南轩时间继续回来现场邀请到的这个不倒翁剑轴运动的这本书的作者啊 他是急诊医师啊 他也是不倒翁学校的创办人啊 他是郭建宗医师 好我们刚才聊 所以你以前不是一个那么爱运动的人哦 我其实都是帮助人家运动的人 我以前叫做有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大型活动紧急救护协会 我是理事长 然后我们就是在马拉松 是一个蛮热心公益的人啦 就个性是这样子 马拉松的现场啊 跨年晚会的现场啊 然后一些这个日月坛横渡啊 几万人的那种现场 因为在人群多的时候 他就意外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们在现场设医疗站 叫做到院前的紧急救护 我们把它当做灾难现场在处理啊 灾难现场 就是别人都在雪里面 你都在岸上看别人就是了 所以那时候去苏凡的时候 也是被苏老师骗去的 他就说我们要办不老随手 我们访问过 我们其实我们也访问过 这个苏达珍 苏老师 对苏老师 人称拖鞋教授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你怎么认识他的 我那时候是去参加台流杯帆船赛 然后 你去参加帆船赛 也是好玩而已啦 其实很好玩这样 我都不认识他 穿个吊嘎 然后穿个拖鞋就上船了这样 一副其骂不扬那样子 一个欧吉桑 欧吉桑 他就坐在那个船手 跨坐在那个船手 然后突然就大喊一声 这就是我们的海洋 然后海豚就跳出来 你知道我真的拍下来 我就吓一跳 我说我这是海王子吗 他可能是看到海豚在跳 然后才讲这句话 海剧 这也还蛮欠诈的 所以就让你觉得很神奇 对然后所以后来苏老师就说 郭医师你做急诊医师 做这些大型活动的救护 那我们要办不劳水手活动 那你来当我们的这个水队医生 不劳水手就是两个人加起来 大于一百岁 然后划一艘独木舟 一群人嘛 然后只要两个人加起来 超过一百岁 就叫做不劳水手 其实这是一个概念 那时候的条件是这样 所以有的八十几岁的 加上孙子 这样也超过一百岁 这样也算是一百岁 他孙子也叫不劳水手 那就亲子共华 亲子共华 我们在舒凡 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说 这群不劳水手 要能够这样子开开心心 happy的玩 其实背后是有一群年轻人 在支撑的 对啊 我觉得这叫轻盈共生 年轻人透过这样子 支持银法族 活得开心 也同样就是自我实现 展现他们的价值 所以你看到很多教练 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我真的要讲他们讲 是耶 我记得我看你们那一个 不劳水手的纪录片 就是你们是哪一年 后来就是 2017年 自己造船 对对对 然后自己就是划划划刀 对 划刀日本去嘛 其实是一个冒险行为 冒险活动 但是冒险活动呢 要有很安全的准备 那时候台风要来了 所以大部分时间老实说 是帆船在拖竹筏 我们是在竹筏上 就是稍微体验一下 但我要说 里面就有讲到说 其实很多年轻人 帮你们造竹筏 所以里面这些人 就是你刚讲的那种 亲吟共生的观念 我觉得非常棒 亲吟共生 亲吟互助 那在健身房 这边在阳光活力中心 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一群年轻人 很有很有理想的教练 他们愿意额外的付出一些 心力精神 然后去从事这些的学习 包括森林疗愈 包括独木舟 包括攀岩 包括花龙舟 这些事情 他们都要先去钻金了以后 才能够带长辈们出去玩 我们阳光活力中心 曾经出过一个这个 龙舟赛 去参加龙舟赛 得到亚军 我们有全国龙舟赛 台北市 叫做千岁舰队 加起来超过一千岁 听起来很雄伟的感觉 他们要去花龙舟之前 要训练一段时间 所以也是水手 所以不知道水手 这个部分去激励了你 让你觉得说 其实你做一个医生 可能可以做更多 对对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 差不多不到50岁了 刚好在中年转折的时候 那上面有这些已经退休 然后玩的那么开心的 不老水手 那我们又看到很多年轻人 这些教练们 那我其实算是一个终生代 那刚好我本身是医生 然后我可以再做这样的一个桥接 就是一个桥梁 我能够把两端拉在一起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 我应该不只是一个医生 我就去学了运动 然后又同时导游 就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 那也不是几年 几年间 大概三四年 三四年的时间 那这个激发你的动力很强 对啊 而且我觉得我的这个中年危机 这个转折非常成功 对我自己而言 有人这样自己讲自己很成功的 那是一种叫做自信 好不好 是是是 当你找回这种自信的时候 你就成功了 其实你这很开心 就是你 我想你那个危机感一定没有了吧 你那么多事情要做 你看当医生赚钱嘛 你知道其实是一个魔咒 你要离开医疗这个行业 去做别的事情 很困难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 医生薪水那么好 而且社会形象这么高 对啊对啊 台湾人都特别尊敬医生 我那时候去当导游嘛 人家就说 对啊 我觉得医生导游好酷 人家说 当导游 你不是要跟客人这样子 好好招待啊 然后拿小费啊 对啊 你怎么拿得到 拿得下小费 当医生的那种尊严这样 我后来想一想 我说哪有什么放不下的 对不对 这个当急诊医师 人家便秘 搭不出来 我是还要挖屁股 对不对 这种事情我们都做了 这个鞠躬哈牙 有什么 只要能够让人家开心 我觉得这个助人这件事情 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上 其实都可以助人 那时候我离开医院 不当医生的时候 那一年啊 其实心里面很挣扎 你有离开医院喔 对我离开医院一年嘛 当导游啊 你是 你就放下医院工作 去当导游一年 对对对 当然中间偶尔还是会来兼差 但主要就是 以导游为业这样子 以导游为业兼差医生啊 对对对 因为急诊室 急诊室随时都需要人啊 那时候就 其实我那时候离开医院的时候 那个晚上 最后一个晚上 就是八千乘暴发生了 那个晚上 心里面其实很挣扎 正当需要这种 紧急医疗救护 大家在热血的时候 我正 我刚好要离开医院 所以那时候心里面很挣扎 就说哇 那我这样离开医院的话 枉费了我之前 这个学了这么多医疗 这么多人给我这些病人 在我手上 因为那几种助人的概念啊 回到最初衷 可是 对就是 就是那个叫 莫忘初衷 莫忘初衷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如果真的离开医院的话 我一定要做一些 比在急诊室更有意义的事情 OK 所以那所以你现在 到底还 还有没有在医院工作 有啦 我一个礼拜还有 还有当一天的医生 哈哈哈 所以医生为府 然后呢 这个 健走导游 教练为主 对就是医生还是不能放下 毕竟 嗯 对 就是都是助人 用不同的方式帮助人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对 OK 我们学学回到现场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 邀请到的 不导翁剑走运动 这本书的作者呢 郭建宗医师而来聊天 这本书里面啊 我后来发现 你看我觉得我眼睛还蛮尖的 我发现你找我的model 我好像认识欸 对对对 但是魁妈 那是魁妈 就是苏帆 苏帆海洋文教基金会 苏老师 她的太太 我们都称之为魁妈 魁妈也是让我一个很感动的人 他几岁了 这我都不知道 这个好像也不方便透露了 是吗 好好好 对对对 但总而言之 是 是不老水手啦 就是是50家 OK 那时候我去苏帆的时候 他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 嗯 他说苏帆呢 来的第一次是客人 第二次呢 就是志工 第三次就是家人 嗯 所以既然是家人呢 你来这边呢 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那我才是第二次 所以我是属于志工 志工 你再来一次就是家人了 真的真的要常去 身为家人的话 来这边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不想做什么也可以 哦这句话就很厉害 后半段不想做什么也可以 郑重你的下怀是不是 你就是不想做什么 开玩笑 可是去那边 你就会发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就是各种人在那边汇集 我觉得很棒 我上次去就是我去滑独木舟那一次 日出行程 我本来说要去学滑独木舟 那约了下午 但是呢 因为同行者很热心 就帮我们去booking了一个呢 就像商业旅游 然后去清水断崖滑独木舟 所以我都还没学 我就突然这些狐狸狐独 就上了船 就拼命滑拼命滑 拼命滑 累过半死 到了下午的时候呢 舒老师要教我的时候 我说不好意思 我没力气了 我没力气学了 但是在现场就看到 我就看到刚好他们正在教练 正在教小朋友 去海泳 对 然后呢那些 就像你刚刚讲那些年轻人 他就跟他们讲大海的故事 就我们应该怎么样亲近海洋 我就很少真的被这样子 在生活当中被教育 就觉得很棒 所以那后来就看到那些小朋友 胡不胡乱跳的 然后就要到海里面去游泳 去泡水啦 我觉得也没有到真的游泳 就泡水 在海里面其实不是游泳 就是因为全身都是扶具 都是救生医 所以你在海里面是沉不下去的 但你要去克服那个对浪 对恐惧 踩不到底的那种恐惧 所以你刚刚讲奎妈很感人 他是生病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去年的这个时候 奎妈在住院 因为那时候发现他有肺腺癌 那时候整个肺都淹满水 那时候很渴 我们每年都会办苏帆年会 那那年的苏帆的时候 奎妈就不在 那年大家就很不晓得 还看得到他 看不到他 到这么严重 因为他是很多人的妈 你知道吗 奎妈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都很喜欢他 所以大家为他祈福 那年会为他祈福 奎妈就录了一段影片 是你们录影片 还是她录影片 她在病房里面录了一段声音 不是影片 然后播给大家听 哇大家哭得稀里哗啦 这样子 后来她做标靶治疗之后 好了 我连头发都变黑回来了 所以我就很希望说 她能够再开心出来 所以那时候这本书在出的时候 那个出版社说 要找一个model 专业的model 我说不要model 我要我们的校友 要我们自己认识的人 然后想想 就亏妈 亏妈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她大病出狱 觉得自己好像 是不是不太适合 结果后来 几经挣扎之后 她开始就答应要拍 拍起来之后好漂亮喔 对啊对啊 而且很振奋人心啊 对啊对啊 很振奋人心 就是一个大病出狱的人 然后她能够变得这么漂亮 很活力啊 很有活力的样子 就精神奕奋的 对不对 她们说这本书是 葵妈的写真集 所以舒凡的不老随手们 还有年轻随手们 都要珍藏啊 真的吗 OK 那所以你总共设计了52 52个动作 52个动作 13个阶段嘛 从这个座椅上的运动 然后起立坐下的技巧 然后四点着地的技巧 然后三点着地 重心转移 深蹲伸展 然后跨越平衡等等这些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13个阶段 刚好是这个扑克牌 13个数字 每个数字有四个代表的动作 所以加起来就52个动作 所以你是用扑克牌 你有做成图 有有有 海报啊 海报上面就是扑克牌 gleichen子 而每一个动作呢 它就是一个 我有一个三分钟的影片 每一個階段也有一個 大概七八分鐘的影片 所以在網路上面都看得到 YouTuber你查不打翁劍走這樣運動 都可以查得到 或是你查郭劍中 健康的劍中國的中 我已經是YouTuber了 失禁失禁是YouTuber 超過一千人訂閱 那我先問 就聽眾朋友來說 既然聊了就先給 重坐的站起來的技巧是什麼 尤其長輩們坐在輪椅上 屁股坐得很後面 腳在前面 所以他怎麼要再站起來 他不會彎腰 沒有人參佛很難起來 對他站起來就往後倒 站起來就往後倒 所以這個技巧 第一個就是你拿著箭手杖 讓他先做彎腰的動作 更只要一根 兩根也可以 一根也可以 沒關係 可能只是彎腰 你不要去抓他的手 你讓他去撐箭手杖 然後你抓箭手杖帶他 他自己有撐箭手杖的感覺 所以他接下來 如果你不扶他 他也可以撐 所以他慢慢抓到這個感覺之後 會彎腰了 腰先活動起來 很多人做久了腰都僵硬了 然後再來就是 真的要站起來的時候 屁股要挪出來一點 不要做得那麼深 不要做那麼深 因為你做的時候 重心是在屁股 你站起來的時候 重心是要在腳 所以你要從屁股轉移到腳 你腳如果在很前面的話 就站不起來 一站起來就往後倒 所以你要再把腳再縮回來 屁股往前 然後腳縮回來 然後彎腰彎彎彎 彎腰下去之後 你的重心就可以從屁股轉移到腳 甚至因為你肩軸彎在前面 所以你在肩軸彎跟腳之間 是一個支撐的面積 因為像一個三角形對不對 四角形 四角形 因為你有兩隻肩軸彎 兩隻手 所以你把重心再更往前一點 如果你沒有肩軸彎 你不敢更往前 你站起來很容易就往後跌倒 有肩軸的話 你就可以更往前 往前的時候 這個站起來力量 那個手又把身體的重量 又分擔掉一點了之後 你的腳就更容易站起來了 是這樣子 所以站起來只是第一步而已 接下來的話 就是以劍軸彎 兩隻劍軸彎為軸心 可以做很多相關的動作 你就想像 你可以做各種各樣的徒手運動 可是因為年紀大不平衡 所以不敢做這些動作 有劍軸彎之後 他就可以做 立刻回春十年了 十年前你可以做的動作 你現在就可以做 比如說跳躍 比如說單腳站 可以跳躍 真的喔 你先叫他踮腳尖 練習踮腳尖 然後練習屁股加壓 然後用力踮腳尖 就跳起來了 輕輕的離地啦 我沒有說 昨天我在康寧醫院 那個二樓的後診室 二樓門診的後診室 我就開衛教課程這樣 真的啦 一個巴金森是老先生 我們醫院員工的爸爸 就這樣慢慢慢慢走過來 我們就開始玩這個動作 起立坐下玩的時候 就是做這個視角的動作 最後他就真的跳起來了 就跳起來了 他既然跳起來安全了嘛 所以他就放心願意跳 連跳十下 真的 真的很厲害 你看他如果願意做這些動作 他會不會越來越強 會而且更開心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個主導拿起來 再吹一首歌 就是再年輕十歲 就年輕二十歲了 我們把鏡頭拿起來 像那個金箍棒一樣 孫悟空的金箍棒 這樣轉圈圈 就很開心啊 OK好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網看一看 或者看看這本書 裡面都有呢 相關的分十三個階段 慢慢慢慢的透過這個劍走仗 可以讓自己的長輩 或是聽我們節目的 如果本身就是50家 這樣子的壯士代的話 可以讓自己更強壯 真的符合所謂的強壯士代 好今天非常謝謝郭建宗醫師 到我們的現場來 謝謝啦 謝謝藍君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 因為我剛才走的時候 我在介護船上就是吹綠的小夜群 所以他們就不會划著那種拼命啊 就到船邊來聽 就好享受 好愜意喔 真的是 OK OK 好 所以呢 這個是吹完笑很開心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運動了 好我來教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很重要 這個就叫做深蹲 深蹲一般人在健身房教深蹲啊 的動作 跟我們在教長輩們做深蹲 技巧上要更多 因為長輩有時候就是很習慣就是腰 膝蓋就直接下去 為什麼膝蓋會下去 因為他腰不舒服啊 所以他不太敢彎腰 膝蓋彎久了之後 膝蓋就壞掉了 所以深蹲最重要 對哇藍軒你太厲害了 有啦我們有在做重訓 對就學到這個東西嘛 可是長輩他們 因為腰痛膝蓋痛 他們不太敢彎腰 但是有健手上支撐之後 我們就可以教他如何正確的做深蹲的動作 所以我們將他手伸出去 然後靠牆 牆邊一點點 離開牆邊一點點 然後屁股去碰牆 屁股去碰牆 屁股去碰牆 對 好再起來 還是要站自己要有重心在 嗯嗯 所以我們屁股碰牆的時候 屁股會先彎 然後膝蓋會跟著彎 嗯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來再往前走一小步 就越來越遠 要去碰到牆就越困難了對不對 就會越蹲越低 再來屁股碰牆 膝蓋也會彎 手要往前伸才不會跌倒 然後再起來 哇 你蹲得非常好 再來 十下 我要做十下 十下 欸 他安全了之後 他就願意做十下 喔真的 否則連一下都不願意做 嗯嗯嗯 很多長輩你知道嗎 他們要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跌倒 再不穩著長輩會跌倒 那你 那訣竅是什麼 就是自己要拿前面一點 屁股要後面一點 就要靠牆 你靠牆 再靠牆一點 我們就故意去推他 喔 OK 他碰到牆都不會跌倒 嗯 讓我覺得安全一點 對 他前面有支撐 所以前面也不會倒 後面也不會倒 他就放心了 然後才會慢慢願意這樣再離開一點 對對對 OK 好 好了解這是一招 其實你看我深蹲這個動作 他其實越蹲越低 是不是就坐下來了 其實就是起立坐下嘛 喔 對 對不對 再來一個我們來講平衡 平衡 很多人呢 你說我不需要劍軸站 我走得很好啊 可是你看看 比如說到中年的時候 你去考他一下 叫他做單腳站立 他就很困難 我們試試看 你叫他就直接單腳站立 他就會搖搖晃晃 把這拿起來 對 就會搖搖晃晃 對不對 但是怎麼樣讓他安全的 尤其是一些長輩 他會願意單腳站 我們就先這樣 稱號 稱號本來是四隻腳 變成三隻腳 一隻腳舉起來 這樣沒有問題嘛 很安全對不對 他會覺得可以喔 不會跌倒 會願意跟你玩 願意繼續訓練 右手舉起來 慢慢來就是 循循盡進 如果還是怕跌倒的 你就舉起來一點點就好 隨時要跌倒 隨時放回去 他不會真的跌倒 然後就覺得好像很丟臉 就不想玩 對不對 右手舉起來一點點 找到重心喔 換放下來 左手舉高一點點 抓到重心喔 再換 再換 慢慢就找到一個重心了對不對 兩隻手就可以舉起來了 哇好厲害喔對不對 哇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可以撐到三十秒 有 我們有在練的 有在練就很厲害喔 再更難一點齁 來我們 面對鏡頭一下 好 稍微出來一點 好 一樣一隻腳抬起來齁 然後 腳往後推 喔 要往後推 腳往後推 身體往前伸 身體往前 手往前 手往前 這樣可以嗎 身體變得斜斜的 比較困難一點對不對 好 右手舉起來 換手 左手舉起來 慢慢就抓到一個重心了 換再換 好 兩隻手一起就組起來 舉起來 來 HALLELUYA 喔 這樣子可以練到 練到這個平衡 平衡 還有單腳的肌力訓練 這個右腳要蠻用力的耶 對對對 所以它是變成Double的這個 強度嘛 對不對 不會跌倒 太好了 好 所以呢 就等下這樣有三種了 哈哈 OK好 謝謝郭建東醫師 謝謝 大家要做喔 要做喔 如果你們可以上網去看youtuber 做很多的動作 有很多的動作 對很多影片 OK好 謝謝 掰掰 我喜歡 部心中